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 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被胃癌夺去生命 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差异 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地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 中国是胃癌高发国家 每年约有40万新发病例 占全球发病总数的40% 不仅如此 胃癌也是中国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恶性肿瘤之一 胃癌对人体的危害极大 胃癌的危害性不仅仅在于其高发病率和死亡率 还在于其对患者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严重影响 胃癌可导致消化系统功能紊乱 使患者出现消化不良、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症状 在疾病晚期 胃癌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 如胃出血、穿孔和肠梗阻等 进一步加重患者的痛苦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胃癌的发展受到饮食习惯的影响 饮食异常往往会导致身体内部一系列的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是体内肿瘤的早期警报 体内有癌,吃饭先知 专家提醒您 当您在吃饭时遇到这几种身体的异常情况 就要引起注意 这可能是癌症找上门 一、癌症找上门 吃饭先知 胃癌是指恶性肿瘤发生在胃内的一种疾病 它通常起源于胃黏膜的上皮细胞 在恶性发展过程中可侵犯未必的深层组织 也可能通过血液和淋巴系统远处转移至其他器官 胃癌是全球第五常见的恶性肿瘤 也是导致恶性肿瘤相关死亡的第三主要原因 通常情况下 胃癌已经发现就已经属于中晚期阶段 患者需要经受很大的痛苦 所以对于此种癌症 早期甄选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胃癌并不像一线癌悄无声息 它的到来通常是有预兆的 最常见的就是通过饮食方面表现 如果您发现经常在饭后有这四种表现 就要注意这可能是胃癌淡的信号 二、提醒 吃饭出现这四种异常 要小心了 一、饭后恶心和呕吐 饭后恶心呕吐是指在进食后出现恶心和呕吐的症状 消化系统类疾病 如胃炎、胃溃疡是其中两个重要的原因 胃炎是胃粘膜的炎症 常见于病菌感染、不良饮食习惯等 胃溃疡则是胃粘膜上出现溃疡 常见于胃酸分泌过多和感染等 这些疾病会到致胃部不适 进而引发饭后恶心和呕吐 除此之外 频繁性的饭后恶心呕吐也与胃癌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胃癌细胞的恶性生长会破坏胃粘膜的正常结构 使得胃的功能减退 同时癌细胞的发育会导致胃的扩张 造成患者胃容量减少 食物无法正常消化 胃内压力就会随之增加 人就容易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 与普通的消化不良相比 胃癌患者的饭后 恶心呕吐往往更为严重 并且伴随着其他胃癌相关的症状 例如食欲减退 体重下降以及消化倒出血等 因此当出现饭后恶心呕吐的症状时 应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以明确诊断 二、饭后经常胃疼 胃疼症状是胃癌患者常见的早期表现之一 长期以来 人们就猜测胃疼与胃癌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 但胃疼的原因涉及多种因素 所以人们对胃疼直接引起胃癌的可能性众说纷纭 近年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对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实验 该实验开始之前 研究人员选取了来自不同胃病患者群体的临床资料和生化指标 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和整理 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 研究人员还通过访谈 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了大约两千多名有胃癌患者的在饭后胃疼症状信息 并与其他相关指标进行对比和分析 经过对大量胃癌患者临床资料和生化指标的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在普通胃病患者中 饭后经常胃疼的患者发展成胃癌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约有70%的胃癌患者在发病前曾经出现过饭后胃疼的症状 并且饭后胃疼症状的严重程度与胃癌的病情严重程度成正相关 胃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恶性肿瘤在胃腔内生长和扩散 人在近视后处于消化的作用胃酸分泌会加强 此时癌细胞的生长过程中会破坏正常组织结构 进一步加强酸性胃液对胃壁的刺激 胃壁的神经末梢始终处于兴奋状态 胃疼的传导作用也就随之加剧 所以如果发现自己在饭后经常无缘无故出现胃疼 且症状在服药后仍不能缓解 就要甄选是不是胃癌 三、饭后频繁的腹胀 饭后频繁腹胀是指进食后腹部膨胀感加重或出现的现象 其主要症状包括腹部不适、疼痛、胀气、烧心等 腹部膨胀感的原因可以有多种 例如消化不良、胃肠道功能紊乱、过度进食等 如果只是偶尔的饭后出现负胀的情况 可能是消化不良引起的 它可能导致食物在肠道中滞留时间过长 产生气体积聚 如果是频繁性地出现饭后负胀的情况 就要考虑这可能是由于胃癌引起了胃肠道的功能紊乱 导致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和吸收 当胃癌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肿瘤组织会逐渐增大并侵犯周围组织和器官 这种侵犯过程会导致胃腔内的空间被压迫 胃蠕动受到影响 食物在胃内滞留时间延长 进而引起负胀感 除此之外 胃癌导致负胀的生理过程 还主要与胃蠕动和消化功能受损有关 胃是消化道中的重要器官 负责食物的储存和初步消化 而胃癌的存在会使胃的正常蠕动受到干扰 这导致了胃内食物的积聚和滞留 食物无法被有效地分解和吸收 肠道的气体就会增多 加剧了负胀的感觉 近年来 许多研究表明 负胀与胃癌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 最新研究显示 饭后频繁出现负胀的人群 可能面临更高的胃癌风险 201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 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 该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和临床观察 相结合的方法 收集了15,052条临床数据和患者反馈 并对1200名参与者进行了详细的身体检查和相关实验室检测 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饭后 频繁出现负胀的人群在胃癌的发病率上 约是正常患者的3.2倍 肠炎、肠梗阻、肠癌的发病率分别是1.2倍、0.9倍和0.61倍 且随着负胀的症状严重程度的加剧 这个数据也出现明显的增加趋势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关联性不仅仅是巧合 更是胃癌早期征兆的预警 4.突然间食欲减退 食欲减退作为胃癌的早期症状之一 可能与以下机制有关 一是胃癌病变导致食物通过胃肠道的速度加快 使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和吸收 从而引起饱腹感和食欲减退 二是肿瘤的存在可能导致胃酸分泌减少 进而影响食欲 三是胃癌可能导致患者的胃肠道不适 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 从而影响食欲 食欲减退作为胃癌的早期症状 其出现可能暗示着患者已经患上了胃癌 然而食欲减退并非仅仅是胃癌的症状 还可能与其他一些疾病和生理状态有关 如消化系统疾病、压力和抑郁等 因此在诊断和评估患者胃癌的同时 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症状和体征进行综合分析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饮食与体内肿瘤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观察和及时纠正饮食异常 对于预防肿瘤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 饮食监控也是肿瘤预防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自己的饮食习惯 合理选择食物 增强对身体的健康意识 以提高预防肿瘤的能力 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